叫做H的选甜C 它是一个整系数的方程式 然后跟你说AX平方加BX加41等于0 它是二次方程式 根本就可以实质交乘 然后它的两个解又很美 是相议的整数 A大于0然后B小于0 然后问你小B等于多少 从里面看就是 我就说它就可以实质交乘 因为它全部都整数这样子 但因为A不一样 A不知道是多少 所以A还不能分解 可是41可以 41分解就是1 41 然后加正负这样子 然后不知道是谁正谁负 谁配谁 就是两个正或两个负 然后A 可是有一个重点是 它做出来的这两个根 必须是一个 两个都是整数 这整数 这件事情蛮妙的 假设A 譬如说A是2好了 如果A是2的话 你硬式分解一定是1跟2 好 那你不管你怎么搭配 譬如说后面是1 41 好 你怎么搭配正负号 都没差 总是有根会变成是分数 因为有一个2 1 2分之1也好 2分之41也好 它都是有可能变成有理数而已 就是没办法 没办法是整数 所以基本上小A就已经被控制住 一定是 就是 1R跟负1 因为41没有其他的因数 好 那又再加上小A等于 是大于0的 所以 它就是1了 好不好 就是硬式分解就是1 所以 然后跟你说 小B是负的值 所以我硬式分解出来 我的那个X 像一次像系数 就它是负的 所以 根本不会是正负的 那就是两个都是负的 好 就是负41 好 你硬式分解就是11 11负1负41 所以 你的B的选项 不是 B的答案就会是 负1减掉41 所以答案就是B 它就是负42 好 这就是答案 好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